转眼又到帝王蝶大迁徙的季节了 五亿之城黑色相见的帝王蝶 自星期五开始了他们的 4800公里的年度迁徙之图 准备到墨西哥中部山区 度过漫长的冬季 帝王蝶的迁徙记录 可说是打破了人类对蝴蝶柔弱 和娇嫩的刻板印象 这个一年间周而复始的旅程 是由四到五代帝王蝶 用生命接力完成的 最让人不可思议和感到费解的是 鸟类的迁徙路线 可以通过跟随父母学习而掌握 然而这些帝王蝶每一次成虫 就要踏上前所未有的征程 虽然说没有经验 也没有人指引他们应该去哪里 然而他们却总能够 无比准确地按照时间到达目的地 实在是叫人不得不赞叹 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奇